一年一度的新北市台北市制茶技术竞赛 20-21号两天在文山农场热闹展开 今年共有四数位来自双北的茶农参加 您曾含瓜了老中青三代 选手们除了齐聚竞技 同时大家也借此交流经验 而评审表示虽然天后状况不佳 但选手们凭借各自的技术还是有相当不错的品质 评审们聚今会审品品茶汤丝毫不敢马虎 这是一年一度的新北市台北市制茶技术竞赛 20-21号两天在文山农场隆重登场 今年双北市各区农会总共推派出 40位实力坚强的茶农参与竞赛 选手们必须历经两天一夜漫长的制茶过程 甚至为了茶叶的品质 得要通宵制茶相当辛苦 实际茶农曾仁宗表示 这场比赛韩瓜老中青三代茶农是很好的交流机会 实定这次采取师徒制的 就是有师傅带着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晚辈 然后跟着师傅下去学习 所以在这次的比赛学习到非常多 这场比赛是以制作条形包装茶较劲 为求公平比赛过程从初审到复审决审 需经过四到五次的关卡相当严格 评审邱锤峰表示 在20号的制茶过程中 因为午后雷震雨的缘故 天后状况不佳 对于选手来说是一大考验 昨天也是有下雨 所以说气候环境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选手靠着自己的一个技能 能够因地制宜去调试 怎么去调控 那我们这次茶清稍微比较 所以说能够再把它做成 能够有这样的品质 然后这一季茶我们算秋茶 所以说在佐水也好 包括尾雕 搅拌 然后杀青 柔绵 还有挑钢 那我们都有相当大的一个的水准出来 昨天的茶清是特别的宝 然后技术上 然后又加上昨天又是西北宜的天 然后做起来很考验你的技术 比赛最后将选出特等一名 头等三名 二等六名 三等九名 前几名优秀选手 还将代表双北市参加在南投举办的全国制茶技术竞赛 记者视频站门齐新店采访报道